我們歡迎我們這個核東 給我們談一談 他的對於這輪的理念 與美國的製作的精神 好 謝謝 所以我們也談一些話題 比如說我們美國的一些司衆啊 或是DCT的任務啊 總統啊 其實我們這樣一個活動開始 當然林博士也有提到一些嘛 他在2006年他去高雄選高雄市長 他主要是為了推動他的理念 因為你選那個市長 你有很多機會被媒體訪問 或是在報紙上發表演說 或是甚至於在電子上 他可以講講一些他的理念 所以他就講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這種情景 他說我們大家應該有這個認知嘛 所以這個是他開始推廣的一個活動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在高雄南部屏東什麼 我們的知識還是比較多 因為林博士早年在那邊耕耘嘛 那後來我們在做那個競選期間 我們就有弄一個訴訟 就有關美國這個弄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把這個台灣弄成這樣子 也是都是美國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他把他打下來以後 後來就交給別人 沒有在積極在管理 所以這樣造成很多後面的悲劇 如果蔣介石沒有碰到那個共產黨的那種 力量就算幾萬 他們在1949年10月1號宣布 中華人民共同建國怎麼開始 如果沒有碰到那種情形 那我想必定是這個台灣就會國服給他了 但是因為他整個都變甜了 所以就像說我請某一個狀先生 我要請他做什麼很重要的人物 他現在是某某一拿的董事長 他有好幾個富輪社的這個重要人物 他又在什麼團體服務他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五年後我正式要移交這個任務給他 他已經被起訴了怒用公還 心騷擾他的員工 又是偷竊什麼東西 就是說他的名聲已經全部掃地了 那我可以主張我以前的承諾 我不要旅行 因為事情都變了 這個在法庭上是絕對站得住 我不需要遵守以前的那些 我講的話 因為你自己本身 你已經不是以前的人了對不對 你現在的你的情況都變了 所以他以前是所謂中國的種種 以後他不是啊 跑掉啊 你就不要跑掉了 就你才能主張 所以就像中華民國現在一樣 中華民國要回到國際間的那種地位 那他必須回南京啊 所以你說什麼 一國兩制或是 或是一國兩福或是 或是九二公司 那你先去南京開個辦公室嘛 你即時都上去了 要不然你講那個都是空的 你去做嘛 你去回去做嘛 對不對啊 不是光用講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的是 中國官員來台灣 五星級都起來了 但是我們的官員 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 ROC官員他去中國什麼時候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其實什麼時候上去了 沒有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形象 那林子生在高雄 我們就起訴 我們就說 其實美國的那個移民法 他 他其實他對美國關係 他大概是 主要只有兩種耶 一種就是美國公民 一種是美國國語 所以 其實一個國家 他有那個 全世界都一樣 一個主權國家 他有一個 法律上有一個民宿 你不能搞 他的行為是 教練 你可以搞的 但是有小數幾個例外的情形 有小數幾個例外的情形 那一個例外的情形 就是說 你如果是美國國語 非公民 而你認為 你認為你傳遞被剝奪 那你可以 你可以告 所以 我們必須找個理由 去告美國 我們理由實在很難找 而且他連署 對不對 你不能 你不能隨便講 很多人在台灣隨便講說 喔 你這個開頭 雖然你能把世界搞 搞砸了 啊 你這個第一命令 第一號 你要取消啊 就是蔣介石必須撤走 或什麼 蔣介石決心 這個不是可以告的 那個不是可以告的 而且那個明明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美國總統處理他的外交 他的政治決定 他會自己 他會自己完全決定 他不需要聽別的 所以很多人在這裡很天真說 啊你告這個告那個 撤銷開洛宣言 撤銷第一班 明明第一號啊 撤銷三個公報 哪有 跟你告那個 不能告那個 我跟你講 法院都不會勝利 他直接把他撤銷去 而且你繼續這樣搞的話 你律師還受罰啊 那個 那個就沒有立場去告 所以我必須找個理由去告我們 研究了半天 我們只有這種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主張 我們是國民非公民 然後台灣是美國佔一地 然後你應該給我們 旅行證這樣一些保護總統 所以我們就告這種人 所以告告告告下去 到最後就是法院就說 他一年一年多有地方法院的判決 然後再過好幾個月就有上訴法院的判決 所以這個法官就說 即使台灣到底國職地位目前看不出來 所以他是應該有這個 美國總統跟國務卿 他說清楚以後啊 我們比較好處理 所以他有在他的判決書就說 你美國國務卿總統 應該把台灣到底主權情形是怎麼樣 應該要把他說清楚 因為他說台灣人確實是住在政治連獄 他派決就說住在政治連獄 就說沒有公認的政府 所以馬英九每天講他是台灣的政府 美國的派決馬上投訴這個 沒有公認的政府 沒有公認的政府 然後他說台灣人是沒有國籍的 OK 所以這個就講得很清楚 你說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在國際上不是的 他是過來這裡儘管 另外在美國以前更早有判決 1959年還是多少 也有說 台灣是中華民國在管理 但是並不屬於中華民國境內領域 很多人包括那個美國學者 他在談台灣的時候 連那個法律判決都沒有提到 我記得其實有人實在是 他們的研究非常地淺薄 他都不提到司法判決 他最近有這個 林博士最近幾兩年 有林志森的這個判決 也是說得很清楚 台灣沒有公認的政府 台灣人是無國籍的 台灣人住在政治連獄 這麼有殺上地的這些東西 他們這些美國的學者 都沒有提到 更何況我們剛剛那個 6月16號的那個公聽會 他絲毫不提台灣地位的情形 或是台灣人的情形 他只有全部在講 我們要賣飛機給你對不對 我跟你講那些州的如果是 如果是他的州是生產玉米 然後那個豬啊 他就會說我要賣豬肉給你 他就是要做生意嘛 所以他的州一定是生產那個飛機 或是生產那個飛機零件 或是相關的那個工廠 所以他有興趣來賣這個給台灣人 那我們就是那個時候 開完那個聽證會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你要賣武器給我們 問題是在台灣誰賣你的武器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你不承認 那你怎麼可以賣給你 你不承認的 再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爭兵 他在這裡沒有組織什麼增兵啊 所以我覺得說 你要賣武器給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有增兵 但是在國際法上 他沒有法律依據可以增兵 我說這個是團團矛盾 所以我們又請 洛杉磯一個團體 就按照這個論言 就發個函給林博士 我們再把這個函 轉給美國相關單位 十幾個單位 國防部啊 國務院啊 還有法務部啊 還有從從還有很多 我們就是不斷的在給他這個資料 他收到這個資料 有的單位還會 因為他有人在台灣 他還會跟林之生的 還會聯絡說 我們那邊我主管有收到這個信 所以他們知道 所以我們不斷的給他們這個資料 而且現在很重要是因為 好像二三月的時候 有可能有一個跨部會的一個研究 台灣的一個小組 他有成立 所以他以前沒有 那我們從好幾個人的嘴巴 好幾個在美國人的口中 我們聽到說 他們確實有成立這個研究台灣的一個小組 以前沒有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 你什麼消息都要求證 什麼消息不是說 一個人講的就算數 你必須求證 這也是回到美國的基本精神 求證 所以美國把這個消息告訴林之生以後 我們又打聽 因為我們美國有很多人支持 這個論述 他們是抬腳對不對 他們的兒女在美國講大 他有時會中文 他有時會台語 他有時會英文 所以他們這些人被 那個就是畢業以後 他們有了被掙扎 要到那個美國政府去做 來研究東南亞議題嘛 就是被掙扎過去嘛 後來有了 有了就接觸到這個消息 就發現美國確實在教 台灣研究小組的成員 所以甚至有一兩個進去嘛 有一兩個進去嘛 那當然基於他的資權 他不會有什麼秘密消息 他不會有什麼秘密消息給我們 但是他會告訴我們 確實這個組織在運作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的發函過去 就給他們很多研究的材料 不斷的告訴他們說 台灣的正確情景是什麼樣 就像我早上提到的 我們既然那個美國 美國的那個在台協會的主席 不是就在台灣的主席 是就在美國的那個在台協會的主席 跟蔡英文27號碰面 蔡英文就說我們這個組織 就是在賽弄大家不要投票 他很主要性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消息 也是美國官員 當時我們這個消息 我們馬上也就發言給他 就是說你不高興什麼 你才是私職 來跟蔡英文說 要參加一個什麼 你國家不承認 你的政府機器 你的什麼選舉 而這個選舉 而這個選舉是在 一個你國家不承認 一個國家 一個不承認的憲法 就像一個不承認的一個選罷法 在舉行的 你請問主席先生 你在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直接這樣 直接這樣把他 把他信過去 就像開個大套過去 所以我們不亂溝通 我覺得其實很頭腦有問題 對不對 既然美國說 你也不能參加什麼 雙世傑的什麼活動 既然你也不能參加 中華民國正式的什麼慶典 既然你跟他們旁邊 也不能在你辦公室旁邊 也不能提到 中華民國的什麼東西 也不能接受他的任何 有這個 車輪牌的那個 會張什麼禮物 你既然公園有發佈這麼多的政策 那你怎麼可以鼓勵人 人家參加這個選舉 萬七八糟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也會繼續 繼續做我們的轟炸 這個動作 學信過去 OK 所以這個是 談我們這部分的策略 那 像一次我們那個 林博士有這個 訴訟啊 訴訟 其實有一些結果 不過你看 在美國的那個 台腳團體 也有很多團體好像把這個 訴訟案件 是設而不見 對不對 他們繼續唱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 台腳原算唱 中華民國歌 他們就是唱那個 要選舉 要 要搶回政權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用啊 阿免說八年 就是做不到什麼 也做不到什麼 其實我 在我們 在我們 在我們家就是 那個時候 在我們家在台北就是 我家就 納得很僵嘛 因為 最早的時候 2000年了嘛 2000年 就是說 他開始競選的時候 就是 已經競選 已經旗袍 1999嘛 1999 這個 宋 老宋跟那個 阿典都已經在競選 後來是大地震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本來 就去南部 那個時候 阿典的家是開的 誰都可以去喔 那個時候 他住在那個 台南那個鄉下 那個小巷子裡面 我們就 我們 我太太 有時候 跑一些農會的案子 他就有農會 一個小顧問 我們就去台灣 台南的那個 什麼官田 他認識當地什麼 農會的一個離世啊 他說 我們去阿典家 他說好 等一下就去啦 後來 我們在吃飯 什麼那些東西 那些人在談談 後來就說 我們不是要去阿典家 急什麼 要去等 他就去嘛 對他們來說 要去阿典家 沒什麼 後來我們就過去了 後來 我就坐在那裡 跟他媽媽在聊天 看他媽媽的眼睛 他就是阿典的眼睛 一模一樣 就看 看看 天啊 然後他那個 他媽媽好像不是 他就是這樣 有一本阿典的那個 教騙集的 他就給我們看 這是我兒子 我說我們知道 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跟他聊天 後來 哥以後那個選舉 要停掉了 然後被921 他們聽著 選舉活動 聽一段時間 但是 因為我 我更早的時候 我更早的時候 我是 讓人家說 台灣人的 本地的一些 心裡的感情 我不是很了解呀 我 我早年不是很了解 但是 我 我常常 因為早年有個新聞局局長 姓宋 我跟他是好朋友 他常常請我去什麼 大會啊 去做翻譯嘛 他請我去翻譯啊 然後請我吃飯什麼的 所以我 我常常有機會跟 老宋敬天出租啊 他有什麼集會 酒會有時候我去 他也在啊 我沒有聊天啊 我跟老子朋友啊 啊我 我 其實他開始競選的時候 他也叫我過去啊 過去做他們什麼顧問啊 然後我就 我就常常去團隊 啊我太太是台灣人啊 我太太好討厭啊 你每天能收取一段一起 好討厭啊 我說 那你阿典那個 那個鄉下小子 沒有國際官 對不對 那沒有國際官 這個 這個才危險 因為你講什麼 他都聽不進去 然後那個鄉下 有那種奧吉啊 這個不好 所以後來 我 我隔了幾年 我太太才承認了 阿典那個 那個 太窮 然後又變成有錢 這種人 心理 非常不平衡 所以不好跟他們 國際官 那時候就 跟宋局國際官 很有國際官啊 對不對 我 我長年就是那個經驗 所以我們家裡以前 就是 我支持老宋 我開始支持阿典 在阿典 那個 2000年的時候 所以後來 後來我 開始研究這個 台灣國際地位 嗯 然後 嗯 那個時候 差不多 2000年 2000年 那個時候 我才開始研究了 阿典當權以後啊 聽說有差 我接觸到一些人 在研究這個 我就投入研究這個 然後 後來我就看到整個歷史文化 這個很不好 我就開始覺得 喔 老宋不好 然後 我太太就看阿典這樣做 這樣做 我太太就覺得 喔阿典不好 所以我們家知曉 就要各位 各位保和對不對 喔阿典不好 老宋也不好 什麼都不要 哈哈 所以 我們至少解決這個問題 嗯 然後 我 我研究那個幾年了 然後幾年後 有人在給我介紹 嗯 就是我 我研究的東西 我常常就記得那個 李登輝 啊後來就是 李登輝 在機會酒會上 有一天碰到那個 林博士 就跟他說 喔林博士說 要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說 阿阿你跟那個 何先生聯絡啊 好啦 所以他就跟我聯絡 啊我們一起開始研究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差不多2004 2005嘛 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一起在研究這個話題 我前面倒是 倒是算出來了 就是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所以後來 就說 林博士高的高手 就騎那個數 那後來 我們發覺 欸 其實起訴也是一個 一個好的足蹟 因為 有 你看 那個時候 我們每一次有個文件 我們每次有個文件 我們送一個文件 到法庭的時候 打電狀 什麼的 其實 那個文件都會廣 會流傳 美國行政單位 他們都會看 那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啟發嘛 因為要不然你想 你講什麼 寫迷你對不對 寫迷你 寫迷你 先看你的主張 沒有人在看 所以你 你經過這樣一個 法律的一個訴訟口中 其實我們這個聲音 有傳到最高的 那些人的耳邊 還有他的眼睛 看到我們的訴訟 還有他們的名片 所以現在 網路 如果你會講 其實我們大便狀 什麼都在 國務院的那個 國務院網站 他都有掛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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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然哪一個人 寫一個論文 有掛在國務院的網站 但是他們很重視 這個訴訟的這種程序 所以我們那些東西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告也是很好 所以 一年多以前 我們 我們又推動一個訴訟 就是 就是我們說 基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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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森到美國 這個判決 和我們 台灣人無國籍 主張主張 台灣人無國籍 所以我們又推一個訴訟 就是 申請 這個無國籍的 旅行證件 那那個 現在 還在審核 那個 還在審核 我們 進入比較最後的那個 訴訟程序 我們 律師說 每比 下個月 八月的時候 每比差不多 國務院要做一個答覆 他如果不滿意的話 我們再繼續那個 那個訴訟 所以我們是各方面在追 我們還沒有開始到 那個文件的那個來回 因為還在前面的那個協調的那個階段 但是如果進入那個文件的來回 經過法官 去那個安排 那 那又是一個高峰 所以我們 我們又才推動 那現在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推動就是說 他這個 佔領旗 他這個美國國旗 就是我們剛剛唱的 美國國歌 Star Stangle Banner 他這個 他是一個項目很大的標語 標 所以他有 現在有五四個星星 十三條 十三條就是 最早十三個之命 而五四個星星 正在古斯州 還有海外領土不算 我們現在要推動說 這個在台協會 台北高雄 還有 還有內湖路 或是內湖的那個 金服路 我們要推動 他一定要 升那個 佔領旗 跟那個 美國 Star Stangle Banner 的那個 五四星星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動 這個 也可以開始跟 律師在 密集那個商量 我們要 在進行內 提出那個訴訟 因為你有美國人在這裡 認識嘛 那九星山合併條件 明明 是你的佔領地嘛 所以 你應該升國旗 為什麼不升國旗 啊 台灣人都不了解 台灣的政治狀況 這個說不過去 也算是你 國法部的人 實質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推動這個 所以 其實 你 訴訟跟前情是不一樣的 You know 前情是 他可能不理你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台灣 很容易去前情那個政府機關 哦 因為 我以前 在 我們組織一個 一個 一個 非正式的一個會 一個會 叫做YTPL YTPL協會 我們去立法院去 跑 那個 移民法 我們移民法 有一些地方 他開始朝你的手 我們有一些地方 要他倒 所以我們開始跑 立法院 歐跑立法院 一兩年 啊 我們悄悄碰到那個 立委 他坐上 滿康滿古斯 那個陳情書啊 哇塞 人家的 寫好多 那寫有時間看 這真是奇怪 啊 最後他丟給一個什麼 國二的學生 或是高級的學生 讓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 那個學生翻一翻 好像沒什麼 其實他看懂沒有 我不知道 好像沒什麼 哦 那就被他回信說 我們列入層 我們會好好研究 那這個還不是用科學 寫那麼多 所以 那些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你最好 還是用告我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進入那個 來往的那個 正式文件 不然一下不需要 不需要給你什麼 很認真的回答 根本什麼事情都是 前行這個 前行那個 好像沒有 沒有想清楚 有時候 這個是不是真的是 解決的方案 那江府警官有時候 效率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也是 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 我們做了這些 那我們 前面那個訴訟 後面 我們還有這個 申請 這個 那個 那個 無國籍旅行政政 那這兩個 比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 申請那個 無國籍政政 是基於 美國那個判決 他說台灣人沒有國籍 所以你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 你跑不掉了 你自己發言出了 我沒有國籍 那 連我的人權宣言說 每個人要有國籍 所以 起碼 起碼 我退一步想 那每個人的旅行政見 起碼是一個 主權國家 所合法的 那是我們最低要求 對不對 你既然你發現不能認可 我們是美國 國民非公民 你 你法官認為 我就是沒有足夠的依據 在做這個認可 那我們 退一步 我起碼你 美國 你美國造成台灣 今天的這個狀況 那你起碼要給我 無國籍旅行政見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 爭取的地方 不過就是 坦白講 這是訴訟同歸 因為如果我們拿到 無國籍的旅行政見 就是類似這樣 那遲早有一天 我們還是會反過來 再告他一次 因為我說 聯合國 人權宣言 我保障 每個人有國籍的權利嘛 所以你美國 發給我一個 無國籍的旅行件 那謝謝你 但是我還是要告你 我的國籍在哪裡 誒 所以我的國籍在哪裡 我告訴你 回到林志森的那個案子 還是要美國國民非公民 還是會回到那裡 要不然回到哪裡去了 沒有地方回嘛 美國的英典 發生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 證明我們剛開始那個訴訟 我們的分析太深 太徹底 太高超 他們看不懂 都沒有辦法 實際上我給你們保證 各位將會回到那裡 因爲什麼 其實菲律賓 菲律賓當初是美國國民非公民 他是這樣 他是菲律賓公民 他是美國國民非公民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當然他在菲律賓 他可以投票 他可以做他 該做的事情有關 他有公民權 買賣 那裡土地 或是買房子 什麼公民總是會有 他的相關規定 那外國人有 有不同的規定 那在美國來講 他是國民 就是在那個大體系裡面 但是他不是公民 就不能在美國總統選舉 參議院選舉 國會議員參舉 或是任何一個州選舉 他不能投票 就是這個意思嘛 那再來他們當初在 反正菲律賓 你知道大概1946年 他就 他那時候就獨立了 戰爭結束差不多一年後 他就獨立了 不過美國是給他一個計劃 美國在1934年 給他11年獨立計劃 他必須完成什麼步驟什麼步驟 給他一個計劃 他完成那些步驟 美國就宣布菲律賓 是美國宣布的 不是菲律賓 所以 但是我要講的是 美國對菲律賓那個時候 他也有移民的限制 你美國國民非國民 你美國的聯邦選舉不能投票 參議院 國會議員 任何州選舉 你不能投票 這個意思當然嘛 你沒有住在美國本土嘛 這個講得通 但是接下來 美國的那個移民限制 就是我一年給你多少名額 他都有限制 你到美國去就業也有限制 什麼都有限制 那既然你可以做這樣的規範 那你跟他說美國國民非公民 你美國也不吃虧嘛 也其實在某一方面 也就是把它當作另外一種外國 那麼其實你也沒有吃虧嘛 你也沒有什麼特別吃虧啊 那並不是說這個人到美國落地就可以馬上申請公民權 沒有耶 所以你美國其實國民非公民 對你來說也沒什麼問題耶 這個就是思考的問題啊 OK 所以將來當然我們會 我們會繼續往這一方面追 但是 但是中間我們就 我們就搞一個 無國籍的旅行政見 現在我們要先發身份證 啊 身份證的構想是說 美國先統一就是說 你拿這個叫再來協會 那如果那個寫個TW 就是台灣 本土台灣人 那你就 你就可以不要面談 你就可以有個簽證去美國 那就很方便啊 因為我們就說 你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通過那個面談 有的時候 有時候他不喜歡你那個樣子 我有一次我看一部電影 我一次跟這個美國人和這個台灣人 我看一部電影 結果他們在那個電影 他排的是越南有沒有 然後 但是就是還是亞洲嘛 那個美軍就到一個村莊 結果那些人就 因為他要找到有沒有那個匪諜什麼公文 他叫那些人出來排隊有沒有 那個當地的那個越南的 他們排隊在那裡 看那些人 又一個人都要連就一起 後來看這些人 誰有懷疑誰有懷疑 那個美軍說 我們把這個給槍斃好不好 那個看起來怪怪的 他拍在這裡 你在這裡 騙 結果那個我們電影院 所有的參與人說 為什麼要殺他 所有的美國人說 那個人應該槍斃一點 我們都是看那個樣子 就是不喜歡的 其實很主觀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那這麼嚴重的事情就是 美國人就是 這種樣子 我就是要把槍斃 那更何況你 你回到在台協會 那進去的時候 那他看你 他很主觀的去看你 我就是不喜歡那個感覺 我就不給你簽證 我給你通過嘛 面談我不喜歡 要不然就變成 你談話他不喜歡 他隨便他不喜歡 你講的他還不確定 你講的他那個 我實在聽不懂 以前我們有 我們有故事班 我面談很多那個 應徵英文老師 他們在講什麼很多 我聽不懂 我不知道 他爸爸是現在 在這個 什麼政府機關做事 還是以前 還是應徵未來 還是他爸爸已經過事 我都搞不清楚 他的實態 亂七八糟耶 他美國很重視這個 所以你講話 你原來很清楚 對方也聽不懂 他乾脆不跟你過 對不對 他不跟你過 他搞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就是 自己的情形 都完全講不清楚 或是什麼什麼 所以你知道 在台灣有一些公司 他就是 做那個什麼 移民輔導 或是 甚至於簽證輔導 他做那個簽證輔導 他做那個簽證輔導 每一天 他就收集那些 case 比如說他去了 他申請美國簽證通過了 他就問他說 他找個秘書來問他說 他問什麼 你打什麼 問什麼打什麼 那個 蔡先生就說 他問我家裡 有什麼窮物 我就說 三隻貓啊 他就說 什麼顏色 我說 一個黑兩個白啊 他又問我什麼 姊姊做什麼 說姊姊是 開飛機的 對不對 然後說 問我 有沒有什麼 親戚這樣 就在一起 他有一個阿姨啊 他是 勞工局 退休的 那 我就這個資料 如何自拔啊 然後我就 等到下午餐 開課午餐 哭到人家 那那個簽證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他問你有什麼寵物啊 你就說三隻貓啊 因為今天早上 有個三隻貓的 都通過了 所以這個資料很零啊 一個黑的兩個白的 問你有沒有 別人就在一起 就說一個阿姨 是勞工去退休的啊 問你這個這個 這是一個模式 今天早上的模式 就是我們剛剛有問到 這是莫名其妙啊 這個不是一個模式啊 這個是剛好 他的親信 那個人喜歡 他的太夫 那個人喜歡 他的太夫 因為他過了 絕對不是一個模式 但是很多 那個台灣的公司 他們這個看成 一個模式 對不對 你說是笑話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笑話 你台灣的律師 在做同一個事 台灣的律師解釋 像那個 台灣的律師做同一個事情 你說好像 田水扁好了 田水扁做什麼 海洋什麼什麼律師 他們怎麼做海洋的律師 你知道怎麼做嗎 他們就 他們就去找 因為他們都是有關 那個後腹的那些 那些問題吧 他們就去找 十幾二十個Case 然後他把分析那個 成功的案子出來 這個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 這個發生成一個模式 然後 如果你是開了很大的 船目公司 你有什麼問題 現在要申請賠償 你去跟他講的時候 他在那裡乖乖聽 你以為他在聽你下去說 不是 他在聽你講的那些 他在想 我可以套入哪一個模式 你五個模式 你六個模式 你三個模式 所以他問你問題 你那個船目沒有聽過独白 他說這跟什麼有關係 但是他有一個Case 那個船去過Dubai 然後來訴訟贏了 所以他們認為Dubai是一個關鍵 對不對 很多事情是這樣 台灣的律師是用這個思考 那個 那個 禮婚也是一樣 禮婚跟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 毛病的故事也差不多 他就是講一些 奇奇怪怪的那個女孩子 訴訟全公 他裡面Case有什麼樣的 他先生推他三次 後來法官說 各位禮婚 因為台灣的禮婚 跟美國一些就不一樣 台灣是要有原因的 美國很多州是不需要原因的 他說我要禮 當然哥有利弊啊 但是anyway 台灣的律師為你這個結婚 他們一起發明很多 很多自由 來說服法官跟結婚 所以他就在講 全部的Case裡面 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情形 他就給你套上去 OK 所以這個有時候 美國人跟這個台灣人的思考 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以前 我太太在那個農委會 他說有時候 她要投農委會的案子 所以我們就 嗯 我就去研究那個什麼 投標的 那個整套 後來那個有課程 他說那你去上 因為有個 台灣有那個 那個投標的 我去上那個時候 因為有時候在 最後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他有一個題目 題目非常龐大 那他就把那些問題拿出來 他說 我們會 他有幾本書 會帶到考場 還有你自己的筆記 也會帶到考場 啊這個 我有一個學員給我一套筆記 他那個筆記就是 他有分 呃 就是7、8、9、10、11、12、13 就說你這個問題有幾個字 你進去這邊 對不對 那你問題裡面有12個字 你就進去12個看 是不是這個 然後他後面就說yes、no 到底是 是要回答是 或是不是 或是如果 沒有報告在裡面 這個問題 他說 這個12個字的題目 yes的有 那個 歷史題目有 66是 yes 有30幾十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比例來投 你看 多麼滑稽 每個人不會這樣準備考試 台灣很多人準備考試 我兒子說像那個 他看 他在國民小學的時候 學生就用一個筆 而如果有選字題 有四題 或是五題 他就轉個筆 就這樣 喔哪一個 又選 哪一個又選 他說你美國學校做這個 老師會幫你考端握手的 這個 不是考試的方法 所以你看美國人做事情 跟這裡做事情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做的一些 一些都是要有經驗 都是要用頭腦 而且對那個水庫 也是要有一份尊敬對不對 也是要有一份尊敬 不是這樣隨便 隨便換來或是 還有甚至於那個 美國學校 我兒子上了一個美國學校 他在看 你是不是敲喜給人的功課 他說台灣的學校 從來不看 你只要交賺就可以了 他從來不看 那你看這個對 智慧財產權 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說美國學校 你敲使別人的 那個是很大的罪 你必須自己做 所以我想你將來 這個教育也會有 會有很大的改革 這個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人家的這個IP 必須改變 那同樣你說像學校 你說那功課才夠 一個人做不完 那回到教育部 你要減量啊 你必須減量 一個小孩子 幾年級 他有多少時間 是運動 多少時間 是自己時間 多少時間睡覺 說明這次 你下去 你的功課 筆記能做 多少你不能交過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就是一樣啊 那個 美國學校的 美國學校的就說 歷史課門 歹巴巴巴 十分鐘 我學完了 今天的課學完了 為什麼 台灣的學生 歷史課門 我學了三個小時 還沒有學完 資料太多啊 你需要選那麼多嗎 哪一個雇主要你選呢 你未來要不要就業 那你選給個課子 對不對 沒有人敢問這個問題 同樣的跟我招下 可能如果我去開會 跟教育界的 你選擇開會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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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他們 很坦白 你選這個概念 哪一個雇主要學生 知道這個東西 這裡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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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是因為超級的了解 所以我再提這個問題 OK 這也是真的沒問題所在 OK 所以 你可以了解 我們先從 一些這個訴訟 我們去推動 那以後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 可以從 教育和其他的地方 像我們台灣 台灣 現在有多大的商機 如果照來 我們這個論述 一旦落實 那所有的歷史課門 是不是要重印 阿里六号全书要重运 可以图书馆 上个月上个书要重买 哇 你现在可以投入出版界 这样有很大的 很大的商机 这是我们跟他们的 所以台湾经济马上就会 马上就会有中国 但是我们不赞成 我们不赞成有什么激烈的运动 什么消除什么那个不要 你了不起退还给出版商说 你改了 退还给他说你改了这个不正确啊 你改了对不对 这是我们推动的一个方式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 我们现在 最红红红红红的一个动作 也是最会传到 美国去 我会议演 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诉讼 但是将来我想他会注意到 我们的法身份证 他必须面对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是对现有体制的一个挑战 而且如果美国的移民单位 承认这个可理 面谈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在网络上有消息会传进去嘛 旅行社会说 欸不错你拿到这张 你就去美国很容易过啊 所以你赶快去申请啊 这个消息长不住嘛 那时候你国会议演员会说 啊这个在搞什么 你去问博物院 博物院你去搞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调到 更高你的level 我们希望会用这个 会成功 所以必须有大家的支持 然后教授你们也努力申请 让你交女朋友来申请 我们找一点 一大批的人都是在用这个 申请 OK 好的 那今天就要到这里 谢谢 我想要高兴多久了 我每一次 听可是会没讲 我都叫我说过 我现在是这样的 有没有太多的交代了 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 跟这一点都在这一天都在这地方 一天都在这 一天都在这 那天都在我听他们两天这的话 我感觉很 excited excited 就是很兴奋 很丰富 我都自私对他 告诉他们 每天都在这个地方 都丢了 我11天是在那里 把你研究线 我问你今天来参相 跟這個大丸的那個 什麼夏令人 因為他講的東西 我對美國有太多了解 我在美國住了八年 雖然我已經比其他的了解 比較不一樣 我很喜歡塞車路上去看 我所在人的建設 跟農民 跟他的生意人接觸 去討論一些 當時不來的工作 這事情 我既然去了美國的狀況 但是如果他這樣說 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這個狀況 其實他講的東西 深入潛出 不然我們台灣人聽到 我們台灣在用美國通知之下 真的想要亂七八糟 亂漲法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台中的各位動心和眾志 既然鼓勵我們的子女 來這裡討論這個活動 我們七八糟 我們七八糟 這個有三次的夏令人 五中這三個都要來 這東西給我們 孩子有很好的啟發 很好的啟發 所以我跟我們說 他說得正確 他說今天台北生 收穫吃的 神經是五門客 我在台北教授的時候 我感覺說 你什麼都做不好 老師我很忙 我十門客 十門客 十門客是要來討論 我只要一個題目而已 像我是經濟 我教經濟方便 財經方便 那是要把高校的確定 這幾個都不好 噴得出來是沒有那個人力 例如如果不好 師傅也不知道 都打在國路上的命 所以實際上 很容易時間 我們少年 台北教授 不管是 修學 中學 台北教授 都很多時間 我曾教會說 我扶負我去 我現在比較早去 去美鳳雄學 所以 通知 五歲 我們教授 要天地來教 來改變 來改變 人家 都打到國文化 那裡 五個月 我是做一個 沒那麼多的了解 希望大家 把我們的下一代 都來聽他們的講 下一代 參加這個下一代 都來聽他們的講 這樣 土台湾 光臨要裝備 福利現在 更進步 所以 我們在這裡 跟他 掌聲鼓勵 掌聲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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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